61 Financial 1月30日讯 稀土商Lynos周一发布公告称 在经历了上一季度的供水中断后 其在12月季度的生产和销售结果有所恢复 报告显示 该季度Lynos销售收入录得2.3271澳元 较9月季度和去年同期均有所增长 由于混合重稀土和新的蓝氏专业产品 实现了更高的销售价格 推动了该公司的平均销售价格 公司指出 市场价格从去年12月开始又开始上涨 这是因为1月底的春节假期和中国消费的回升预期 预计未来的价格走势将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复苏 本季度Lynos的女普产量为1508吨 总稀土氧化物总产量为4457吨 较9月季度和去年同期均有所增加 该公司旗下Mount Wild的采矿行动正在持续进行中 该业务从矿石处理效率方面 交付了创纪录的金矿产量 团队继续为Calgurley稀土加工设施的启动建立蓝细金矿库存 此外Lynos旗下马来西亚的基本工程正在进行中 已接收和处理将在Calgurley稀土加工厂生产的混合碳酸稀土原料 公司将继续在马来西亚地区建造厂外永久处置设施 报告期内由于所有三个主要增长项目的进展需求导致 其资本支出现金流出增加 与此同时Mount Wild的扩建项目正在按计划进行 在详细工程设计 涨交货期项目的采购和包的授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Lynos董事会透露 其已与高级贷款机构JARE签署了一份协议 双方协议还进一步将JARE贷款额度 1150万美元的历史性利息支付 推迟到2023年6月30日 并不需要罚款和额外利息 公司股价今日早盘上扬1.10%至9.18澳元